大家好,我是小强 时隔一年,全职高手动画新章燃情再开 特别篇在万众期待下荣耀回归 咱们曾做过第一季全职的动画解读 也取得了娇人的播放量 在第一季的动画当中 荣耀游戏初代大神叶修 被迫与家世俱乐部解阅并宣布退役 但全身心热爱荣耀的叶神 并未真正引退 而是重新征战网游 他凭借强悍的散人角色 横扫各大公会 惊动了职业联盟 因此一个新的名字响彻荣耀 它就是君墨孝 随着玩家对君墨孝的关注持续高涨 叶神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呢 现在咱们就赶快进入 特别篇第一集的剧情简术 燃烧吧,全明星 新年的第一个周末 一场荣耀界的嘉宁华如约而至 那正是全明星周末 身为荣耀铁本的成果 当即带上叶修和唐柔 来到主办城市一睹盛事 在轮回俱乐部的场馆里 全席开场秀炫目上演 只见轮回队长周则凯的角色 一枪春云 过空翻飞 惊艳亮相 终于不再只是出现于广告中的传说 随着开场秀结束 备受瞩目的新秀挑战赛 拉开帷幕 第一位新秀是来自微草战队的高英杰 他要挑战的正是自家老爸 呃,是队长王杰西 双方准备就绪 PK开始 高英杰率先发动攻击 王杰西米杰躲避 只见一蓝一黄两道光束 交缠着上天入地 势均力 王杰西解封魔术师塔 对后背发起猛空 高英杰则瞧准时机 技能连发 竟渐渐压制住了王杰西 几番激战下来 高英杰凭借一个熔岩烧平 将对手逼至地图边缘 并成胜打出致命一击 一代大神王杰西就这样 倒在了新人脚下 比赛结束 全场哗然 然而 没有叶修和郁文周 看穿了这场对决背后的用心良苦 一不小心 宝王大眼的主题曲给放出来了 别在意 咱们继续 看到好友得到队长的肯定 同为微草战队的乔一番 也决定证明自己 他向联盟第一正轨李轩发起了挑战 只可惜 幸运之神并未眷顾我们的小天使 生怕被新人打败的李轩 竟然选用了雅致正轨的斩轨 再加上 他对正轨技能了弱之掌 这场比赛 乔一番注定被吊打 战败的乔一番落寞退场 独自走在通道里 突然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 一番转身 直见从角落走出一人 正是大神夜修 对于一番的表现 夜修一如今老的给予鼓励 在前辈暖心的话语中 瞧一番泪流满面 重新振作 而夜修也表示 自己终有一天会重返荣耀赛场 以上就是第一集的主要剧情了 意犹未尽的观众们 现在就跟小强一起 对比个原著解读要点 以下课上新时代 原著有约 自荣耀职业联盟第三赛季开始 每年的第一个周末 联盟会把所有职业选手聚集在一起 举办一个带有表演兴致的聚会 由粉丝票选出前24位人气选手 将在活动中展开一场全明星赛 这一盛会即被称为全明星周末 本赛季的全明星周末 注定与以往不同 只因越来越多的新秀脱颖而出 他们凭借出声流毒不怕虎的充劲 给了前辈们太多的意外与惊喜 且不说天才少年高英杰 一举战胜了魔术师王杰西 加世的新队长孙祥 作为一名二年级生 却已经拥有与大神底尖的实力 就连默默无闻的乔一番 刚登上PK台时 也给老将李轩造成了步角的心理压力 虽然事实证明一番还是太嫩 但要知道 这孩子转职玩正轨 不过才一个月 加一时日 未必不能击败李轩 其实除了以上三位 还有一名 已经在本赛季展露头角的新秀 他就是唐浩 现公之与百发战队的唐浩 在PK台上大放好演 要以下克上 指名挑战联盟第一流氓林静岩 可惜动画的第一集 就会不让这两人露脸 不过这怎么能难倒 已经录完了更新的小强呢 虽然动画第二集 对这场新老大对决进行了演绎 但原著中的描述 更加令人动容 状态下滑的林静岩 在被死死压制的情况下 仍然不放弃寻找唐浩的破绽 好不容易抓住了一线生机 却是对方设下的陷阱 最终 这位老将倒在了 雨点般的霸王连拳下 再也没有站起来 纹至此处 一位英雄驰木的无力感 跃然指杀 同时也为后续情节 唐浩接棒第一流氓的头衔 埋下了伏笔 看过特别篇的第一集后 给小强印象最深刻的 不是那些华丽炫目的战斗场面 反而是其中人物的情感表现 比如大眼爸爸 对亲儿子英杰的付出 王杰西深知谦逊的英杰 向来有些缺乏自信 但作为神级账号 王不流行的接班人 他势必要在将来 摇起微草的大梁 没有自信怎么行呢 所以为了帮助英杰树立信心 王杰西没把角色的技能点加码 来了个不着痕迹的放水 他以战败 自贬威名为代价 换一个微草的未来 这样的牺牲精神 着实令人敬佩 说完了大眼爸爸的亲儿子 再来聊聊 捡来的乔一番 这个微草战队中的小透明 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他是那么努力的 想证明自己 却时运不佳 屡屡受挫 尤其对比好友高英杰的备受赏识 跌落尘埃的一番 内心是多么孤独而无助啊 不行了 先让小强哭一秒 就是这样一个不受待见的孩子 却从未放弃梦想 他找准定位 一步一步磨练自己 当未来的某一天 一番在荣耀战场上 战胜了新日好友 那一刻 他的心中没有得意 唯有遗憾 不能与之分享胜利的滋味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全明星周末的第二日 会有哪些精彩有趣的内容呢 下期追翻看援助 全职高手为您呈现